家長帶著孩子參與運動會 不讓他們一直沉浸在3C產品中 這是極打瓷濟人文學校 每年都會舉辦的體育活動 孩子們除了每天可以 常常在用3C產品之外 也可以透過很多的一個部外活動 讓他們可以說跟父母來活動 然後也可以曬曬太陽 然後就是說出出汗 讓他們的生活比較有樂趣 孩子們在家裡 通常都是握握手機 然後看電視機 但是今天就不一樣 今天他們可以在這邊 可以體驗一下這個戶外的活動 這次的遊戲項目 老師們還有特別安排 大家一起體驗 非洲婦女頭頂重物的難度 還有40多個人 如何共用一杯豆子的午餐故事 平洲的小孩其實很短 然後還很可憐 我們比平洲的小孩很幸福 運動競賽總是有輸有贏 但這天在賽場上沒有比拼的火藥味 更多的是親子互動的歡笑聲 我們自在不是輸贏 我們自在的是團結的力量 還有父母親的親自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應該每一年 至少家長跟孩子的時間也更多 透過運動會 孩子們學會織福 洗福 親子關係也拉近了 一舉都得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 王素月 莊明月 馬來西亞報道